今年是野球選手的選手 是終於終於 野球人生還沒有死 強忍淚水 語氣中帶著哽咽 獨賣巨人四十歲老將阿布勝之助 上週才跟著球隊風光奪下 睽違五年的陽聯冠軍 如今卻在九月二十四號 拋出了退休 震撼彈 為自己十九年的職業生涯 畫下休止符 身為日職著名的強打捕手 阿布勝之助 在兩千年底的選修會 以第一指名加謀獨賣巨人 並在兩千零一年的開幕戰上 以菜鳥的身份 被當時還是板凳教練的 袁承德推薦 成為了開幕戰的先發捕手 阿布也不負眾望 在那場比賽 敲出了生涯首安以及首分打點 整個菜鳥球技 以兩成二五的打擊率 敲出十三發全雷打 讓他逐漸在球隊當中 站穩腳步 在這之後 阿布連續十八年 都有雙位數的全雷打演出 不只在兩千零九年率隊拿下 日本一 還在二零一二年獲得 央聯打擊王打點王 以及年度MVP的殊榮 並在二零一七年 達成生涯兩千案的成就 生涯十九年 一共拿下三次總冠軍 九次入選最佳九人 四度獲得金手套獎 也讓他被封為巨人軍對始的 最強捕手 儘管近年來 他因為年紀跟傷勢的關係 大多改以代打上陣 截至二十四號賽前 他總計出賽九十二場 以兩成九九的打擊率 敲出四十六支安打 六發紅布讓 其中也包含了他 在今年六月一號 對陣中日龍的時候 所炸裂的生涯 第四百轟 讓他成為了日直史上 第十九位 達成這項里程碑的球員 如今隨著巨人登頂央聯王座 阿布又再度獲得了問頂 日本一的機會 接下來就看奮徽之勢的小老弟們 能不能用對始 第二十三座日本大賽冠軍 來幫老將阿布的傳奇生涯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